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期大帅关战,关战一把洛轩的黄衣 前锋,守木,先知,贸易家,搬了一手佣兵,没有选出机械师 这样的图如果选一个机械体系,万一碰到速散这种大图能控场的角色 还是蛮伤的一件事情 选择这样一套正如冒险家这个点来替代一手机械师 整体上面来讲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这把的话虽然说开局能追一个先知 但是他这边看到先知往大方去也不想追 这边应该是插个眼,然后通过触手来进行一个攻击 打一刀,然后前锋这边拉走 那这样的话先知处于一个安全的状态 然后待会这个鸟可以让前锋进行牵制 这一轮前锋如果牵制够时间的话 基本上穷者宝瓶起步了 本身这个局上来抓前锋的话 穷者就算是一个小幽开 就是穷者能保平 黄一之主的话这里想保平 还得看他的一个抓人节奏点 好,这边外面一根触手先封住 这里翻进来 好,看一下能不能用这根触手拍 开不到,前锋直接拉球走 堂哥这边也是经验很足 知道你什么思路 就是他可以洞悉到就是你想翻窗 然后进来下这根触手 来逼我 那我这边翻窗的一个交互速度够快 只一波球拉开 拉出一个你的范围就可以了 触手的范围 再抓的话 主要他是一个插眼黄一 前锋是可以用一个不贪的方式 来确保自己本方能够保下一个平局的 你要给上 很舒服 然后待会就是拉一波足够大的球 跟你拉开一个身位 再往前走 前面这个板子里面应该出手风 好,前锋这边一波拉球 应该是会拉一波非常大的球 然后把自己的身位拉开 对,就像这样子的话 他的一个牵制时间是绝对 就是绝对这个前锋是不用背锅的 这个前锋是不用背锅的 不会说出现什么 我因为贪球啊 什么都想秀 然后出现了那个 给到监管者的机会 然后五黄一组通过一波防守来翻盘 这个时间点的话 黄一组就能打出一波漂亮的防守 球者这边也是可以把电机修完 然后来争取一个三到四人在场开门战 来保平成胜的 这个前锋 其实是唐哥的前锋 大家作为牌位当中的一个思路还是非常好 就是我这个前锋 基本上不存在会有背锅的一个情况 上来抓我不太可能出现什么 对吧 给你机会 我每一次的一个选球 对吧 用球的一个时间 除非刚刚那个时间点 对吧 先是给了一只鸟 那么鸟吃一刀 要不然的话 他这边可以拉他去 完全是不省的 就是做到自己该做的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不会给队友带来太大的麻烦 然后这局就是平局起步了 相对来说 这把穷人者这边 想要被打一个三抓 可能性很小了 可能性很小 再加上这一波的一个救人 还算是一个无伤救人 先一边子拍 没拍到 落地刀打中 守墓人在下面 前锋拉开 你这边完全没有机会去处理守墓人 只能看下一波防守 如果防的好呢 有机会去保平 防的不好的话呢 四人在场开门战 我们开电机的一个安排 这边猫野家手上面是可以秒掉一台 先知这边点开一台 还差最后一台应该是守墓人的遗产吧 应该是还差最后一台遗产级了 而不是一台新机 先知这边点开 我们看到守墓人这边 应该是猫野家 就一波猫野家手上面 甚至有个搏命 只能是现在 黄金种这边要翻牌 只能是现在找到猫野家 然后触手加普通攻击 帮他带走 这样的话呢 电机可能还没好 守墓人这边应该50%应该有了吧 我们看一下 听声音的话 好像3-40% 猫野家这边挨到了 已经60%的电机了 救下来了 有搏命 好猫野家这边吃刀 保前锋 死保前锋 这个位置需要用触手打 这根触手怎么放 很关键 这根触手 放好 一边子拍 没拍到 完了 那已经是一个四人战开门上 这边还抢一个窗 这 这抢窗 这手术 绝了呀 那电机可以直接点亮了 快走 猫野家这边发快走 电机点亮 当时如果说 牵起猫野家 把猫野家挂上呢 先知这边可以来救一波 然后前锋天门 大概率也是一个 偏向于三跑的局 对吧 专一解说 给你们分析的 是不是一点没有错 就是上来抓前锋 只要这个前锋不贪球 不要出现那种 就是白给的情况 基本上对于穷者来讲 黄金之主这个局就是 黄金之主能保平 但是呢 想要赢很难 然后这边又是一波 无伤救人 没有能打一个双挡 刚才如果说黄金之主 能够凭借自己的防守能力 打一个双挡呢 还能够把这个平局保下来 这边直接切闪 留前锋 那留一个了 也是可以看到 这黄金之主基本上 没有太多的机会 除了刚刚那一波 对吧 被20年 这手术的这个 冒野家抢了个窗 对吧 这边稍微有点可惜 那一波如果说 能打到这个前锋呢 可能还有机会 往平局打一打 其他就没有任何机会了 黄金之主也没有任何的失误点 就是开局不好嘛 上来 想抓的先知 是去到了一个舒服的点 好的 那么我们也是感谢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多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